162万人为他打出9点1分 影史排名24 有人感悟了 有人看哭了 有人看了300遍 还有人说 这才是最纯最纯的爱情 远远超过山楂树之恋 当你遇上一个灿若霓虹的人 其他人都是浮云 朱莉看到布莱斯的第一眼 就对他明亮迷人的眼神怦然心动 主动跑去帮忙搬家 但人家父子俩并不领情 布莱斯想赶走朱莉 两人却阴差阳错的牵住了手 布莱斯满脸尴尬 朱莉却充满确认的眼神 他相信布莱斯也喜欢自己 从此朱莉成了布莱斯甩不掉的尾巴 就连同学们都认可他们的关系 布莱斯避之不及 朱莉乐在其中 直到六年级 布莱斯想到一个让朱莉死心的妙招 他主动约会笑花 还故意在他面前走秀 成功引起朱莉的难过 不过好景不长 同样喜欢笑花的死党出卖了布莱斯 于是布莱斯又成了单身 朱莉简直乐坏了 他不计较布莱斯的背叛 还像以前那样缠着他 闻他身上的香味 他把喜欢布莱斯当成了理所当然 他喜欢看爸爸画画 爸爸问他喜欢布莱斯哪里 他说喜欢他的眼神 喜欢他的微笑 爸爸说看人就像画画一样 不能只看局部 有时候整体会比部分之和更美好 朱莉没有明白爸爸的意思 直到有一天 他爬到梧桐树上够风筝 树顶的风光一下子把他迷住 微风曼妙万物芬芳 落日炙热 晨光如画 这里成了他的心灵小世界 每天都要在上面待上几个小时 他也渐渐明白爸爸说的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概念 他很想把这别样风景 分享给布莱斯 可布莱斯每次都借口躲开 不但如此 他还跟其他孩子一样 把他当成了笑话 不过这些朱莉并不在意 直到有一天 伐木工要砍掉梧桐树 他慌了 请求布莱斯跟他一起爬上去 也许树上的人多了 伐木工就不会砍树了 但布莱斯不愿陪他一起胡闹 头也不回地走上校车 那一刻 朱莉第一次感受到 他心心厌的布莱斯 是那么陌生 那天他没有上学 一直在树上守了很久很久 全职的人都来了 消防车也来了 最后只能由爸爸来劝他 爸爸明白这棵树 对他来说很重要 但有些事 我们只能放手 失去梧桐树 他好像失去了精神世界 一直在家哭了两周 突然一天 爸爸又把他的梧桐树带回来了 从此 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 都是看那幅画里的梧桐树 他更加懂得 整体大一部分之和的概念 于是他看待周围事物的眼光变了 似乎一下子 他对布莱斯的感觉也变了 时间治愈一切 他在科学展上获得了第一名 还在后院养了很多鸡 当有吃不完的鸡蛋时 他第一个想分享的人 竟然还是布莱斯 可是布莱斯的爸爸经常嘲笑 他们家杂草太多 不卫生 害怕鸡蛋有沙门弑君 就让布莱斯把鸡蛋还回去 但布莱斯根本没有勇气直面朱莉 于是他偷偷把鸡蛋丢进垃圾桶 就这样 每天朱莉满心欢喜地送给他鸡蛋 他虚伪地笑脸相迎 可一转身就丢进了垃圾桶 终于有一次正好被朱莉撞见 布莱斯只好坦白一切 承认嫌弃他家太脏 朱莉简直不敢相信 这下朱莉彻底被布莱斯伤到了 朱莉越想靠近布莱斯 布莱斯越是躲避他 甚至把他送的鸡蛋丢进垃圾桶 原因仅仅是他家院子杂草太多 朱莉的自尊心彻底被伤透了 那晚餐前 两位哥哥一盏歌喉 家庭氛围非常温馨 只有朱莉藏有心事 她向父母提出 要给院子种草修栅栏 她想挽回的不是布莱斯的看法 而是自己的尊严 但没想到 这个提议竟然引发了父母的争吵 原来朱莉有个弱智的叔叔 家里把多余的钱都用了给叔叔看病 所以他们过得很拮据 爸爸认为 修整院子是房东的事 而妈妈看到女儿遭人嫌弃 一下子爆发了 记忆中 这是他们第一次大吵 那晚 父母先后来到房间向他道歉 爸爸说 他曾经向爷爷奶奶承诺 一定要照顾好叔叔 而妈妈说 他很爱爸爸 爱他的坚强和善良 朱莉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 但有这样的父母 他无比幸运 于是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动手 修剪院落 另一边 布莱斯也意识到自己确实过分了 可无论他怎么讨好接近朱莉 朱莉都对他示弱无睹 没人缠着他了 他自由了 应该高兴才对 但现实反而是 他失落了 直到外公的出现 改变了他对朱莉的判断 外公因为过于思念去世的外婆 一直不跟家人沟通 第一次和布莱斯交流 还是在朱莉妨碍砍树 登上报纸头条的时候 他说朱莉是个有骨气的女孩 当时布莱斯还不屑一顾 但现在 外公竟然又在帮助朱莉修整院子 而且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这让布莱斯越看越郁闷 其实外公在朱莉身上看到了妻子的影子 倔强而热情 他教会朱莉干了很多活 也很赞同整体大鱼部分之和的概念 而且他告诉朱莉 有的人是大鱼 有的人则是小鱼 也就是这个启发让朱莉明白 布莱斯就是一个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人 这天布莱斯鼓起勇气向他道歉 可他已经无所谓了 不过 他很羡慕布莱斯有一个好外公 晚上 布莱斯的爸爸还像以前一样嘲笑朱莉一家 这引起外公的强烈不满 二人针锋相对 外公激愤地说 朱莉家之所以穷 是因为他有一个被其带缠住脖子 导致弱智的叔叔 说到这里 妈妈伤心地离开了 原来布莱斯出生时 也曾被其带缠住脖子 好在医生及时救治 外公带着布莱斯来到那棵被砍的梧桐树前 说出了启迪他一生的话 布莱斯第一次认真思考 这个他从没证实过的女孩 思考他在梧桐树上的所见所想 思考自己对他的所有冷漠 从此 他总是忍不住偷看朱莉 就连那份关于朱莉的报纸 他也经常拿出来看 一不小心被死党发现 死党批评他对朱莉的感觉只是错觉 还嘲笑朱莉有个弱智的叔叔 上梁不挣下梁歪 布莱斯非常气愤 本想打他一拳 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负荷 他不想再见死党 也不想再管别人怎么讲 他确定自己喜欢上了朱莉 可他不知道 他俩的谈话 被朱莉听得一清二楚 朱莉也确信 他再也不喜欢布莱斯了 布莱斯的妈妈邀请朱莉一家共进晚餐 这对布莱斯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反复挑选衣服 希望能以最好的形象面见朱莉 但他们到来时 朱莉却给他泼了一大盆冷水 布莱斯不想放弃 他又拉住朱莉解释 自己只是碍于在图书馆 没有当场动手打朋友 可朱莉冷灭地说 他是个懦夫 饭桌上 布莱斯的爸爸总想贬低朱莉一家 说他的两位哥哥考不上大学 但实际上 他们被大学抢着要 当谈到他们正热心于音乐梦想时 他沉默了 原来 他也曾是一名优秀的乐器手 朱莉整晚都没有看布莱斯一眼 布莱斯知道自己没有获得原谅 他也明白 爸爸喜欢取笑他人 其实只是掩饰自己的无能 也许他跟爸爸一样 是个不敢承认现实的懦夫 看来 朱莉已经让他触不可及 很快 学校要举行筹款拍卖会 和男生一起共进午餐 令他振奋的是 朱莉也会参与 他希望自己能被朱莉拍下 但他又非常忐忑 其实朱莉也很矛盾 他本来不想带钱 因为他担心自己会不由自主地 静拍布莱斯 他不想静拍 但也不想看到布莱斯 被他讨厌的笑话拍下 可是造化弄人 半路上邻居太太非要还他的鸡蛋钱 当拍卖会进行到第八位男生时 没有女生愿意出嫁 看着落寞的胖同学 善良的朱莉为了挽回局面 忍痛拍下了他 而布莱斯不出意外地被笑话拍下 午餐时 他们两两对坐 笑话聊得热火朝天 可布莱斯根本听不进去 朱莉也同样如此 突然 布莱斯鼓足勇气 走过去拉起朱莉 然后竟然要吻她 虽然这是朱莉期待已久的 但他不想是这样的方式 布莱斯想追朱莉 但被死党拦住了 还说 他不应该因为一个满身鸡屎味的女孩 错过了和笑话的约会 这下布莱斯终于不再懦弱 朱莉把自己关在房间好几天 布莱斯来找过很多次 他都避而不见 打电话他也不接 他只想一个人静静 后来布莱斯也不来烦他了 两天后 布莱斯又出现了 还在他家门口挖坑 开始他还很生气 直到布莱斯拿出那棵树苗时 他笑了 没错 那是一棵梧桐树 当朱莉走出房门 他又看到了最初的那双闪亮迷人的眼睛 正是他们第一次心灵相会 宛如最初时的怦然心动 其实布莱斯一开始就喜欢朱莉 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不像朱莉一样做真实的自己 他想逃离朱莉的纠缠 却如离不开她的纠缠 幸亏外公点醒他 让他明白 他已经遇上了那个色彩斑斓的人 四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游 青春羞涩懵懂 每次小小的悸动 都是那么青春而深刻 唯有珍惜当下 才能不负韶花